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800点以下来来回回 并没有出现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那么昨天中国股市呢也是一样啊 虽然上了3300点 但是目前始终是受制于3370的上方 上海呢是上下跌了0.08% 成交额大约是2700个亿左右 深圳指数呢是上涨大约是0.03% 基本是原地不变 但是呢在8月份的时候上阵指数的涨幅已经达到了过去9个月以来的最大幅度 同时欧洲方面呢在昨天反弹力度为0.4%至0.8% 但是总体来说欧洲股市在8月份是出现了下跌 而美国股市呢在8月是基本走平 昨天最后一个交易日上三大指数呢平均也是有大约0.3%至1%的涨幅 也就是说除了昨天以外美国股市呢还有轻微的下跌 要不是昨天的话呢还涨不上去 那其他方面黄金价格目前再次回到了1320以上 同时原油价格现在是稳定在47块钱左右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跟大家就说一下现在啊 这个是股市不跌黄金不不低 那么说明呢这问题不小啊 在本周以来我们知道呢除了澳洲股市以外啊 像其他的欧洲啊美国啊包括了中国股市都出现了上涨啊 有的涨幅多一点有的涨的少一点 但总体上来说呢各自都在最近几年甚至于历史的高位附近 那么按理说股指既然这么高了 那么黄金价格呢啊在股票非常上涨的时候呢 它价格一般是不会涨的啊 但我们发现一个意外的情况呢 就是黄金价格却也同时冲上了1300大关 甚至呢在昨天是再次爬到了1320左右 我们正常的逻辑都知道黄金作为一个避险产品 基本上的走势是和股市是相反的 股市涨黄金跌股市跌了黄金就涨啊 那如果股市维持在历史高位 黄金价格同样也在不断上涨 那么其中必然有一个产品走势是出现了误判 或者说临时的出现了跟逻辑不符的情况 那么在我看来呢 为什么现在黄金价格一直处于高位 第一个原因就是有部分投资者呢 其实对于未来 特别是现在呢已经屡创新高的股市充满着担忧 我们知道不论是你说是这个道琼斯也好啊 包括香港恒生啊 包括欧洲也好 都在各自的历史最高 或者是过去两三年甚至于十年的高点 那么这么上涨 必然中间是会有回调的 只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回调 所以说当股市不断上涨 一次都没出现回调的时候呢 这时候黄金啊 就被一些人呢 做成了一个避险产品 即便是股市现在没有下跌 只要它有下跌的征兆 同样也有这个风险可以考虑 所以从大方面来考虑呢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几年啊 各个国家 特别是西方国家 以美国带头啊 量化宽松啊 印钱啊 降低利率啊 等等都在刺激经济啊 那么其实造成的货币在市场上非常泛滥 那么随着现在经济好转 物价以及通货膨胀呢 就开始逐步回升 东西开始变贵了 钱的实际购买力开始下降 那这个时候呢 有钱人就会开始考虑一个资产的保值问题啊 也就是说我拿着这么多的纸币 以后如果量这个通胀上涨的话 可能会不值钱 那我还不如换成硬通货啊 所以说黄金在一个大的通货膨胀上涨的趋势之下 势必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 参与其保值的作用 那么这是一部分的原因 那另一部分原因呢 黄金的上涨其实也是现在呢 大家对于美国在12月加息产生了一个信心不足的问题啊 我们知道呢 美国这个美联储啊非常的狡猾啊 从年初说要加息四次到6月份呢 说加息两次到现在为止呢 9月肯定是没没戏了 只是12月呢 目前的口风依然没有松 但是市场上对于美国在12月加息的盼望 已经从之前的80%降到了现在的40% 也就是说大家觉得连五成的可能性都没有了